大家好 有一位养男新手 就是私信了我了 他去这边问的 他说最近他栽种蓝花 有一段时间了 不过接下来不知道给他施什么不肥 在网上看过来也是五花八满的 介绍施肥的小技巧 今天他就问我就是相信我 他说就以我的方法给他分享一下 所以今天就以我的方法 给这位男友分享一下我的施肥小方法 那么我的施肥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这种兰科专用营养液 我一般都是使用这种兰科专用营养液 给它使用的 里面所含的有脂质成分是比较多的 还有微量元素 微生物是比较多的 所以使用这种给这个兰花使用是比较合适的 它吸收之后 它这个叶变自然就比较的有力的了 这个根系这个水晶头就不断的生长 使用的量什么就是按照里面的配比给它使用 也是可以的 我一般的我都是使用那个 一比一千的比例给它浇滚的 大概呢 每一个月到两个月给它使用一次就可以了 不要给它频繁使用啊 另外一种就是这种微生物有脂肥 这种微生物有脂肥呢 使用一次可以顶到一个多月的时间的 这是割力有脂肥 它们就给它浅埋就可以了 做一种浅埋的方式 埋进去里面所含的微量元素是比较多的 还有蛋白质成分是比较的多的 就是兰花使用是比较好的 所以这位花样想有家里的兰花 施肥的话呢 不妨按照这两种施肥小方法的任何一种 给它施肥就可以了 这样呢 起到很好的生长效果 好了 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 下期再见 inch 臉 云